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大家好,我是七字昂贵 这次带大家来到了 位于云林麦寮的古定古蹟 麦寮拱范宫 麦寮在清朝年间 因当地居民多种植小麦 为北亚的盛产地 故以麦寮为名 而拱范宫历史可属于 西元1685年清朝康熙年间 由梅州僧人、纯真禅师 因梅州祖庙正六骂的神像来台奉拜 并取其拱卫范围内之 森林平安永康之意 故名为拱范宫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哦 最早的公子是位于附近的海峰港街 但由于洪水泛滥冲回海峰港 故将拱范宫迁移至县址 并历经多次修建 时有今日建筑弹簧 雕工精细之样貌 欢迎光临掌柜说 我们是一个关于转运、祈福、变好命的频道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把影片看完也没有关系 记得先订阅 把掌柜说频道存起来 这样才不会找不到我们哦 进到拱范宫之前 会先看到两尊 用整颗张束细雕而成 一蓝一红的千里眼 顺丰尔将军正守在此 搭配庙顶上色彩缤纷的简年艺术 以及山川殿前的龙柱石狮、石雕 光是站在这里 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拱范宫百年风华 古色补乡 在再次使用的离子 前面三双 环境 一层一层8毫分 那都是经历的 电影 进到正殿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尊的一尊神像 是拱范宫的大骂正殿骂 两旁则有分别组长姻缘的二骂 组外线的三骂 组出站的四骂 组化妆的五骂 以及当初纯真蚕丝最早迎回凤败的开山六骂 一般渡海来台的神像神明 多是大陆祖庙的分离神像 但是在拱范宫的开山六骂 却是梅州妈祖祖庙都认证的云始奉拜今生 原来是在1881光绪年间 拱范宫恭请开山妈祖赴梅州祖庙天后宫业主进香 在祖庙的神坎内有一时照按桌 按桌上面有六个凹陷的方器 供奉老大骂 二骂 三骂 四骂 还有五骂神像 但却堵缺六骂 当拱范宫寄香团抵达祖庙后 开山妈祖神像的底座 和祖庙神岸桌面凹陷之方器 经过比对后 居然是完全吻合 祖庙也确认 麦寮骂的确为祖庙失落已久的六骂 并于座椅背面刻上朝天阁六骂字样 以证明其身份 开山六骂高约30公分 衣冠上的纹路 是以七线盘绕 营造立体的效果 体态优美 一则纹理柔顺 鞋子的部分则雕为深寸金莲 六骂面容虽然经过百年香火的熏黑 但是七掌柜仍然能够感受到六骂庄严中 但有慈祥和蔼 有机会大家也可以来现场感受看看哦 在阵殿上方的太极八卦着景 听闻当初原音设计为 泉州西里派斗拱层层出挑 风顶形成顶心明镜 但考量怕屋顶若太高 会受季风吹翻 故临时变更设计降低三尺 最后只能终极外露 但也因此反而成为 当时绝无仅有的特殊风格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 别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掌柜说频道 先把我们的频道存起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 参拜完正殿妈祖之后 往旁边走就可以来到文昌殿 奉拜文昌帝君 至圣仙师孔子 还有赵姿之主昌劫仙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文昌殿的后方则设有开山殿 重奉拱范公开山住持 纯真普公老禅师 在这值得一提的 是当时有开山殿 当年纯真强师共迎来一尊妈祖今生 一尊观音菩萨今生 六骂就是在我们的拱范公 而另外一尊观音菩萨 则是在鹿岗龙山寺 所以麦了拱范公和鹿岗龙山寺 则是有非常深的渊源关系存在哦 我们再往前走可以来到观音殿 在此奉饰观音佛祖 祖神娘娘 还有十八轮汉等神尊 前方也可以看到现在少见的龙头公在此封拜 另外特别的是 在观音殿的前方屋檐有龙手鱼身的鱿鱼木雕装饰 相传观音菩萨有脚踏鱼的观音法像 踩的应该就是这个鱿鱼了 aí 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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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